熱度遠遠不及在台北各大媒體討論多 切割無差別攻擊你 吹到緊繃沒有那麼容易 得罪了方丈還想走沒那麼容易 這一次有沒有50%沒有 有沒有40%也很可能連40%都沒有 其實大局差不多差不多了 那因為大家必須了解到 很多的網友都常常希望我來談這個話題 那我也談很多了啦 但是有任務就說那你是支持還是反對 那我要跟大家說 當個評論員其實基本上 如果我投身政治以後 我可能就有比較明確的政治行動 比如說我認為應該要把票投給誰 應該要支持這個還是不值那個 那是已經投入政治 那沒有投入政治跟投入政治的差別在哪裡 可能跟網友看自己覺得都一樣啊 你們這些人就公眾人物嘛 KOL啊意見領袖啊 你會影響一些人 你會被一些人罵 但是畢竟還是媒體人的時候呢 大家如果去檢視過去這樣你就知道說 你會去評論這件事情 你認為他的機率高或低 這個人得分或失分 這個人這樣講對或不對 像我剛剛講檢視被議員 我也沒有在罵檢視被議員 我只告訴你議員最好 以市政為重對不對 好 那所以這種狀況之下說 我對台中市二選區的這個選情的評估 我從過去的判斷到現在 沒有改變 理由就是因為 他必須投票率要夠高 但我對這件事情是打個問號的 那因為我是台中人 所以我比較了解說 台中人對於這件事情的熱度 遠遠不及在台北 各大媒體的討論度 大家可能覺得說 我們知道有這個罷免案 可是你告訴我 我要去投反對罷免 或者是去支持罷免 為什麼 大家都要跪著記啊 尤其過去這四個月 大家都很辛苦耶 因為那個疫情的關係 很多百公百業 特別是這些可能攤商啊 或者是這些餐廳 都受很大的影響 現在慢慢恢復生活 以後我趕快這個之前訂的隔板 是不是先退一半 或怎麼樣 然後快篩口罩等等 消毒藥水 然後打了兩劑沒有 大家關心的是這個 所以其實我覺得 如果他沒有辦法到了 民眾非常的關注 而且的踴躍投票的話 他的那個門檻就擺在那裡嘛 我用兩個數字跟大家講 因為我剛剛已經說了 我覺得難度就是 不過的機率比較高啦 因為我常常說啊 每次下面往我就會生氣 問題是你們生氣什麼呢 這兩天 今天早上大家想說要下雨了對不對 要注意溫度要降低 你跑去氣象局 這都只能夠了出來 你驚人嗎 我喜歡太陽 I'm shiny boy 你現在下雨我還會驚 是這樣嗎 所以我們今天評論 我們是告訴你 會不會不會 有會沒有而已吧 記不記得 在2018年選舉的時候 六都的評估 大家講說總統大選評的不準 其實我也沒有說他會大贏 韓國瑜 但是你看六都的時候 我說台北市坑的市場會贏三千 準不準 一直到晚上十點喔 看起來那時候票數是輸的 我同台的其他評論員來講說 我害你錯了 我說評估就已經做了嘛 結果倒回來 哇 你是大神 沒有嘛 評論員就相信自己的評估就好了 然後六都每一個地方 我講 那難道就是 就是我希望誰贏 所以我講誰贏 不是 這重點就在這裡 我不會去告訴你說 我希望誰贏 所以我說誰會贏 那我認為的話 台灣會有一半評論員都是錯的 但如果你把它趨近 然後網友也是一樣喔 你們也慢慢練習就是說 用獨立思考的判斷能力 就是說我今天是很討厭這個人 可是他做的事情 如果不是讓我那麼討厭的話 你要把它試圖的切割 你不能 我們台灣現在最大問題就是說 我其實明明蠻喜歡這個人的 我可能蠻喜歡高鴻安的 可是呢 他可能不喜歡高鴻安在民眾黨 那就全力的在罵高鴻安 或打高鴻安 有沒有這種狀況 高鴻安以前不是民眾黨 可能就不會去罵他 好可愛喔 我喜歡高鴻安喔 可是後來他跟阿伯在一起的時候 討厭阿伯的這個阿伯黑 阿伯黑 他一定就會無差別攻擊你 還有寶寶 對就是這樣子嘛 所以我把他倒過來 很快把他講一個結論 那我問各位網友一個問題喔 我有問大家有答 我看到網路上大家留言 請問你們知不知道2013年的時候 顏寬恆第一次選立法委員 因為顏親標那個時候 陰暗入獄嘛 所以要補選 那你知道那個時候 顏寬恆跟他的對手 民進黨的議員陳世凱 顏寬恆拿多少票嗎 我們現場的有人知道嗎 我跟大家講 6萬5千票 吹到緊繃 嚴家所有的拼命 一定要延續政治想法的時候 也是6萬5而已 沒有那麼容易 因為補選的問題 就像那個 這個時審裡面 得罪的方丈還想走 沒那麼容易對不對 然後就把你拖掉 想要過25%就是需要7萬3 就算你這要開7萬 還是不一定會過的 就這麼簡單 所以我並不是認為說 該不該罷或是怎麼樣 而是說 以這個狀況看起來 以台中目前的熱衷程度 以及選民 你去問所有人去台中 不管是贊成罷免 或是反對罷免的人 他去台中二選區走一圈 而且台中二選區非常非常大 他從海邊一直拉到雾峰 他是一個長條型的 你知道嗎 那所以他很難能夠 讓選民整個都出來 那我現在以上所述 因為後天就會揭曉了 結果後天出來 又8萬票9萬票 那就是我的判斷錯了 但我目前的判斷是 投票率不會太高 因為投票率不夠高的關係 所以很難能夠跨過罷免的門檻 那因為 有人會講說 我和哥 你不知道元寬肯拿10萬7嗎 我當然知道 元寬肯拿10萬7 陳柏惟拿11萬2 他們兩個差5千票的那一次選舉 是2020年的1月11號 那一天 台中二選區的投票率是77.1% 77.1 這一次有沒有50% 沒有 有沒有40% 也很可能連40%都沒有 那怎麼開 開不出來 就是這麼簡單 小心喔 小心喔 等一下不能講喔 不會不會 等一下會被講明掉 我剛剛講的是 沒有沒有 我們要講清楚 我剛剛講的是什麼 投票率 好 就是投票率 就像最近那 其實兩個人的支持度 我都不談 好 我們是很適合的 台鐵到立法院 還要報告他們的那個 買票 對 進出站了嘛 對不對 那個可以嗎 那個可以講嗎 其實我覺得也是有點怪 因為如果說那天他訂票 有多少的話 其實某種程度是可以推幅 同樣講的就是說 有沒有那種 之前的所謂罷免韩國瑜現象 一大堆人要返向 對對對 買車票的情形 那後來看了 發現說 買車票的狀況 並沒有想像中 那麼踴躍 反正簡單講 這是民主的進程 最後結果不管是怎麼樣 都是 大家應該要一起接受的 那我在那個平原立場 跟大家講就是說 擺在那邊的20塊門檻 其實 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容易 跟大家報告到這邊 其實這一件事情 我覺得 本身 我先講 我們本黨有那個黨訓 說我們不要去介入到這個 我們講說 其實有點像是藍綠之爭的 真的是藍的跟綠的 然後罷免跟反罷免 所以我們 我們其實在觀察這件事情的時候 是用一些現象來看這件事 好笑的是說 像有一些發言 確實我是覺得蠻有趣的 我先講第一個 就是 他們之前有一個論調 就是那個反罷免方 他們有一個論調說 今天國防外交委員會 如果說今天陳柏惟 跟林昌佐被罷免罷掉的話 那可能就是 中國國民黨會變成多數 我要先講 這件事情有點有趣 是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 立法院其實一年是一個會期 我們講說 一年會抽一次委員會 所以今年的會期 國防外交委員會的 這個set 這個組合的委員呢 其實他們到12月底 他們就結束嘛 頂多你再加上到個人 1月2月1號報到之前 他們可能還有一些 修會之間的任務 但是這件事情你就有趣的是 如果今天林昌佐跟陳柏惟都罷免 我們講說罷免掉的話 那你後面的這個國防外交委員會 他其實到了明年還是要重新選 所以我覺得 我就不太懂是說 其實在裡面 你會看到罷免方 跟反罷免方 他其實會有一些言論 是真的會讓大家覺得說 其實這一次是不是真的很白熱話 怎麼連這種話都會講出來 因為國防外交委員會 如果說真的說 今天罷免完 然後中國國民黨是多數好了 那你到明年其實抽籤的時候 民進黨黨團還是可以重新去運作 讓國防外交委員會 還是是屬於多數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覺得確實大家在這個過程裡面 在罷免的這個民主運動的過程裡面 很多的訊息要像韋翰剛剛講的 看的時候要多三思 有時候你可能乍看之下 覺得好像很有道理 但是實際上 他實際上是確實是一個 在運作過程裡面 可能被放出來的一些 想要混淆大家試聽的消息 所有時間,你都係造成人的 階段還 mama 心難了 都心 Blew 神уже